美国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杰弗瑞集团表示,到2030年,全球绿色氢需求将已经超过能够生产它的电解槽数量。 根据杰弗里斯的说法,即使氢气使用量保持在预测的最低水平,情况仍然如此。 杰弗瑞在批评石油行业的影响和蓝青的使用的同时,还表示,即使氯氢需求最低,到2030年,全球电解槽也将不堪重负。 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公司在其最近为客户提供的插入轻生态系统报告中发布了其预测。 该报告指出,到本十年末,全球电解槽的供应量将达到47几瓦,但可能会在30至40几瓦范围内。 相比之下,报告中公布的项目有54几瓦,承诺的项目有94几瓦。 结论是,即使在需求最低的情况下,即使到2030年的拟益项目也不太可能有足够的供应。 目前电解槽产能的增长速度将跟不上预期的绿色氢需求。 根据Jeffreys的报告,内部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在该机构宣布的承诺情景中,到2030年将有180几瓦的电解槽再运行。 到2050年,其净零排放方案将需要巨大的850几瓦。 据奥罗拉能源研究公司估计,目前电解槽装机容量为200兆瓦。 是什么推动了全球绿色氢需求? 根据Jeffreys的报告,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已经在推动全球绿色氢需求。 此外,该投资银行还确定了在不久的将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其他因素,即使它们目前不是主要驱动因素。 对清洁氢气的最初需求主要来自这种可再生能源的现有用户,而不是由工业或运输等新部门驱动。 这些行业已经在使用这种燃料,但正在寻求更清洁的来源,因为它们目前使用的氢气产生的碳足迹更大,并且正在寻求脱碳方法。 报告称,我们认为最接近的用力是那些已经使用氢气、炼油和甲醇、银、炼钢的工业应用。 除此之外,我们相信重型车辆还有发展空间,EV赢得了乘用车竞赛。 除此之外,固定动力、机动性和动力看起来是中长期的愿望。 杰富瑞对蓝色氢气填补绿色氢气需求缺口的潜力仍然不以为然。 根据杰富瑞的报告,由于电解槽容量不足以满足全球绿色氢气需求,因此倾向于寻找蓝色氢气来填补空白。 蓝色H2是灰色氢气,由天然气等非煤化石燃料生产, 但它使用碳补货和储存,以帮助阻止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 杰富瑞并不认为重新使用蓝色氢气是有吸引力的, 因为它在氢气市场的份额将明显小于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气的份额, 部分原因是CCS,也因为CCS的问题。 到2030年蓝氢与绿氢的成本 Jeffreys预测,到2030年蓝氢的成本将达到每公斤1.25至2.00美元。 也就是说,对于绿色氢,这个数字将从目前的每公斤3.00美元降至每公斤6.55美元, 到本10年末降至每公斤1.50美元。 在我们看来,CCS无法大规模运作, 它在报告中说,蓝色氢气无法填补绿色氢气需求缺口的原因是, 如今,80%的捕获碳用于油井,以帮助开采更多的碳氢化合物。 CCS率很低,约为65%。 在所有碳排放中,目前只有不到0.1%被捕获和储存。 CCS的存储容量不是无限的。 该报告指出,适合封存CO2的封闭地下井数量有限。 关于最后一点,Jeffreys的报告还提到了ArsTechnica发布的一份报告, 该报告指出即使是最清洁的蓝色氢项目, 其排放量也仅比其灰色氢当量少12%, 主要是因为对天然气的需求增加碳补获, 还补充说,假设碳可以无限期的储存是不现实的。 这一说法得到了2021年8月发表在《能源科学与工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的进一步之中, 该研究由公园基金会和康奈尔大学资助。 杰富瑞在其报告中没有做的是建议一种蓝色氢气的替代品, 以便在2030年之前填补绿色氢气需求缺口。 总部位于纽约市的Jeffreys Group LLC, 是一家美国跨国独立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银行。 该公司提供金融咨询服务、资本市场服务、 证券研究、机构经济和资产管理。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 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 立即注册。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